坠痛,刺痛,饮痛,是什么病让男人痛苦不堪? 医院也没找跑,中药也吃了很多。 变难解,叶难年,是什么病让男人顾顾好安? 你是否正在对这样的症状而烦恼? 每天晚上,刚睡着就想去测试。 自测健康物吃,解决难言之隐,健康之路即将播出。 把握健康,拥有未来,欢迎收看健康之路,欢迎大家。 今天的节目,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男人那些事,说什么呢? 其实这个病特别的难受,但是又很不好意思讲,所有的苦就只能往肚子里吞,一个人忍着。 这到底是什么病呢? 就是前面变严。 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说,但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放在桌面上来说,因为这个事对男人来讲真的很重要。 这个事得了之后,不光是自己身体非常的痛苦,很有可能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和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麻烦,尤其会遭到一些不被理解的委屈和误会。 小张是一名网络工程师,今年五一刚刚引起相恋多年的女友,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她却一直愁眉不展。 原来是想象征的身体出了问题。 他们所次数特别多,一晚上最起码也要四五次。 不仅是尿急尿频,就连排尿都让小张觉得格外难受。 每天晚上刚睡着就想去厕所,去了之后回来没多大一会儿又想去。 尿的时候有点刺痛的感觉,会阴部还有点疼痛。 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多了,小张不免有些紧张,到医院一看,原来是换了前列腺炎。 没想到的是,这个结果却让新婚妻子非常不解。 毕业后四年,我俩一直是两地分居的,我总觉得是不是这段时间,她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她还好好的,怎么就四年过去了,她那儿会发炎。 妻子的疑惑,让小张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如果真的有的话,我干嘛要等她四年多,到现在。 而且现在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又得了这种病,我也挺想不通的。 为了尽快地把病治好,小张开始到处求她,半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但小张心烦的是,这个病仿佛像块牛皮糖一样,就是粘着她不放。 医院也没少跑,中药也吃了很多,西药也,抗生素之类的,也用过很多。 短时间的有点效果,但是从来也没有说根治过。 一直反反复复的,过一段时间又喝一次酒啊,或者是吃一次辣的,就又发作一回。 听人说,这个病就是不太好去根,想想自己还这么年轻,小张不免有些沮丧了,现在的她到底该怎么办? 难道说,这辈子她只能活在前列腺炎的阴影里了吗? 确实小张觉得自己受了很多的委屈,可是妻子呢,一方面又觉得是小张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 所以呢,一开始啊,我们也想请这个三位健康嘉宾团呢,成员给我们断一断小张家的家务事。 一号嘉宾郑先生,今年三十二岁,身体健康,注重保养,对于如何预防前列腺炎很短兴趣。 二号嘉宾欧先生,今年四十六岁,曾经的前列腺炎患者,作为过来人,他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致病感受。 三号嘉宾杨先生,今年二十三岁,他正在为前列腺炎所带来的痛苦而困扬。 如果说四年的时间没有在一起,我估计这四年的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导致小张得上前列腺炎的这种可能哦。 可能那个跟您的职业关系有关系。 那您觉得妻子的这个怀疑是考虑太多了? 对,考虑太多了。 不同意妻子的这种怀疑的说法? 对。 像我这样的年龄就有,然后呢,也不一定就是说因为有战俘在外表或者怎么。 因为它这个前列腺炎,它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可以导致的。 那我们究竟该如何化解这一对夫妻当中的矛盾呢? 首先得正确地来认识这个前列腺炎的疾病。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的李鸿军教授。 李鸿军,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从事南科临床工作20年。 在男性不育,前列腺疾病和性病的诊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您同意这个短片当中的妻子对丈夫的怀疑吗? 我们认为这个所谓的前列腺炎,实际是呢,以那个这个小腹会因疼痛不适,加上排尿异常,比如尿瓶,尿筋,尿痛。 低白,尿等待等等,尿不进这些,这一组症状。 那么这一组症状呢,可能是前列腺发了炎出了症状。 也可能跟前列腺没有关系,是因为盆底组织周围的一些疾病。 所以这个美国的NIH近几年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慢性骨盆腾痛综合症。 实际上呢,我们要分析一下前列腺炎呢,它的发病原因啊,它的病因特点是不一样的。 不能一概而论的,不是说得了前列腺炎,就都跟这个不节性生活史有关。 真正由细菌导致的前列腺炎,仅占前列腺的不到10%,有人说5%, 所以说呢,绝大部分前列腺炎跟那个病原体感染是没有关系的,跟性病是没有关系的。 当然我们不能除外极个别的人。 实际现在呢,绝大部分前列腺炎都被误导了,都被当做, 好多人被当做性病啊,去看,我觉得是受委屈的。 如果不是细菌或者是病毒的话,还有什么可能也会引起这个前列腺炎呢? 比如说刚才提的酒作,那么酗酒,还有一些呢,就是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长时间的骑进车,还有天气寒冷的时候,局部经常受寒, 都可能成为硬发前列腺炎的因素。 李教授,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您刚才讲这个话, 能给小片里这一辈年轻的小夫妻,给他们解决一个大问题。 其实我们特别想关心啊,小张和他的这个爱人呢, 呃,虽然是矛盾化解了,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怎么治,能不能治得好。 前列腺炎不仅给小张的身体带来了不适, 也让新婚妻子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别扭。 不知道这种病会不会传染, 呃,会不会影响以后的生育功能, 而且感觉他那方面也不像原来那样了。 妻子的不快让小张觉得更加抑郁, 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的症状又加重。 每天晚上刚睡着就想去厕所, 去了之后回来没多大一会儿又想去。 想想自己吃了那么多的药, 都无法根治前列腺炎。 小张琢磨,没准儿这病就治不好了, 与其天天心烦不已, 不如索性正式疾病, 爱咋样,咋样,我不管了。 然而就在这时,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小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 治了这么久, 而且越治越重的病, 怎么会在自己决定放弃治疗的时候, 突然好转了呢? 我一直特别着急地问, 一直治治不好, 治来治去说, 干脆咱们不治了, 又好了, 前列腺炎居然能自愈, 怎么回事? 介绍这个方面之前, 我想先引进一个测试, 我想正好我们在场的嘉宾, 评价一下我们的精神状态是怎么样。 专家给现场的嘉宾, 做了一个焦虑指数的测试。 测试一共十道题, 以下这些提问,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就给自己打一个星星, 超过三条以上, 就说明你有焦虑的倾向。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不妨一起来自测一下吧。 你是否觉得自己比较容易着急或紧张? 你是否经常会无缘无故地感到担心? 你是否容易心烦意乱或感到恐慌? 你的手脚是否容易发抖打仗? 你是否经常因为头痛, 背痛或其他不适而苦恼? 你是否感觉无力, 容易疲乏? 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心跳次数较快? 你是否因为胃痛和消化不良而苦恼? 你是否常常平凡小便? 你的手脚是否总是冰凉潮湿? 再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现场嘉宾的测试结果吧。 一号嘉宾一颗星, 二号嘉宾六颗星, 三号嘉宾五颗星。 这些关于焦虑的测试结果和前列性炎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释吧。 那么从这个焦虑指数评定,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三位嘉宾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那么一号嘉宾是健康人, 他的心理很健康, 那么只有偶尔有一点不太严重的, 最下面一个什么总是熟冰凉, 潮湿, 这是偶尔有的, 也不是很重。 那么看样子呢, 我想您的心态是很好的, 您是健康人, 那么您也不太容易得前列性炎。 看一下二号嘉宾呢。 二号嘉宾是我的一个老患者已经治愈了, 尽管你的前列性炎已经治愈了, 而且这么多年也没有再犯, 你的心理艺术还是不好, 我特别担心你容易再复发。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中, 还是要多关注自己的前列性, 而且心态还要调整。 咱们看一下三号嘉宾一共是五颗星, 这能声明他焦虑吗? 这个焦虑评分上还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你的心态也是需要调整的, 那么包括这个心态调整, 一个是对这个疾病的认识的调整, 那么我在门诊上也经常遇到这种病人, 有的人比如说反复反复看, 症状并不是很重, 那么反复治也不好, 而且可能越治越重, 那么我们经常会讲, 如果这个人紧张了之后, 紧张焦虑会导致人体的内分泌紊乱, 我们经常谈到的肢上腺素分泌增加, 会导致前列腺盆体充血, 那么造成局部症状加重, 甚至反复反复的不好, 那么小张这个例子就是由于他放松了精神, 那么内分泌调整稳定了, 然后他盆体充血减轻了, 反倒好了,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 怎么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这个病的精神心理因素, 在此起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我们这是选择的是有代表性的问题, 原则上讲, 心越多越不利, 那么我们希望去除掉, 我们也想问一问健康嘉宾团, 比如说刚才李教授讲到的这些, 你会深有痛感? 对, 都比较紧张, 就是很奇怪, 自己那么年轻居然得那种病, 也不敢跟别人说, 对, 痛狂压抑奇迹, 仲先生其实刚才提到, 是自己的一个发小有过这个毛病, 他那个期间有没有, 你觉得性格脾气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反正跟我在一起的人, 我觉得性格都比较开朗, 我觉得他好像拿着这个事情当中, 不是很在意他, 经常有人提到一个现象, 说你们医生, 你发现得前列研的是不是很少, 是的, 医生也不是不得前列研的, 但是他由于这个, 他对疾病的认识, 在一个他的工作很紧张, 会把他精神紧张焦虑分散了, 比如说我一忙手术, 我一看病人, 我忘了我自己的事情, 那么慢慢的这个病就轻了, 原来心理焦虑的人, 更容易换前列限研, 那么他们为何焦虑, 又在担心什么? 专家有无解决之道, 不要走开, 精彩继续 我们也想问一问监方嘉宾团, 比如说小杨, 他有没有会在心理上有一些疑虑? 就是说, 就怕自己以后结婚了, 会不会影响生育, 或者还有其他的生活上的一些, 实际上不生育是个很复杂的因素, 不仅仅是一个前列限一个因素, 比如我经常说酗酒, 洗伤拿这些都可能影响生育, 前列限可能只是一个饭水因素, 而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绝大部分前列限患者是可以生育的, 男性一旦得了前列限炎, 它会影响男性的性功能吗? 实际我们经常会讲, 比如说前列限那个尿贫, 尿急, 尿痛, 下腹会因罪障疼痛不适, 我们讲会使性生活添堵, 比如说他让你过性生活的时候, 显得有一些不舒服, 但是绝大部分前列限患者性功能是没有毛病的, 实际上很多前列限患者出现性功能问题, 不是因为前列限导致了他性功能不好, 而是他心里产生了障碍, 他认为自己, 比如说要么担心传染妻子, 要么担心我得前列限, 是不是这个性生活要不要过来, 保护前列限呢, 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说呢, 我得了前列限性功能就应该不好啊, 往往是由于思想紧张焦虑, 导致了日常正常的生活受到了干扰, 包括夫妻间的沟通交往, 受到影响, 这样的话是才影响了性功能, 前列限炎, 那是炎吗, 它肯定是感染嘛, 感染就会传染嘛,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得了前列限炎会不会传染给配偶, 对, 感染的问题实际也很重要, 那刚才提到了, 真正前列限因为细菌感染的仅有5%左右, 那么大部分是非细菌性的, 那么我们建议对于慢性前列限患者, 大部分人或者说95%以上, 都可以正常过性生活, 没问题, 您刚才一直在强调, 心态真的是很重要,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要是自己身体不舒服的话, 你说你别在意,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强人所难,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真的不在意, 心情好呢, 或者说就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是更适于帮助他们能够挺快好起来的呢, 当然, 我觉得医生一个强有力的手段, 让他迅速控制症状, 他见到效果了, 他的心情焦虑可能就解除一大半了, 那么我们从医学上, 现在对这些症状又有很有效的办法, 比如说我们近几年采用的一些改善盘底肌肉功能障碍的药物, 那么还有一些植物药, 还有一些局部的酸剂, 还有一些调整睡眠, 调整神经功能, 调整骨骼肌功能的药物, 都可以使用, 那么联合起来, 针对患者的不同症状, 比如说有一组专门控制排尿, 有一组专门控制疼痛的, 那么看你是以哪种症状为主, 那么迅速地控制你症状, 也是我们治疗前列腺炎的一个非常牵有力的手段, 但是我发现在网上, 的确有很多前列腺炎的发病的朋友, 他们真的用尽了很多的办法, 就像小张一样, 可是始终就是治不好, 这个问题我们想先听一听, 三位健康嘉宾团的这个手法, 看过两三家吧, 然后也花了不少钱, 大概有个七八千吧, 打发病吧, 到治愈是一年多点, 一年多的时间, 这个过程也很痛苦吧, 您试过多少种方法, 北京的各大医院都去过, 小医院也去过, 我有个发小, 他从小跟我一起, 都是十几年二十年, 我们都是经常在一起玩, 前年的时候跟我说他得了这个病, 因为我们发小嘛, 无话不说的, 像一般这种都是比较隐私的病, 不愿意去说的, 所以他跟我说的时候比较一震惊, 后来我就劝他没关系, 结果再过了两个月之后, 大概是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说的似的, 我记得他好像没有经过那么长的时间, 只经过两个多月, 很快就好了, 所以李教授我们真的是特别奇怪, 这也是可能很多前那些朋友特别闹不懂的一件事, 为什么有的人两个月就治好了, 特别快有的人可能就几年都治不好, 这病是不是真的就特别难治, 是的, 很多人也是像有一年多的, 实际上还有七八年, 甚至一辈子也治不好的, 那么就像我刚才最开始提到的, 好多人还是认为是感染, 那么把感染和细菌就等同起来了, 只要一发现是炎症, 那么就马上想到是细菌, 就用大量的抗拤素, 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呢, 大部分抗拤素对前列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因为90%以上是跟细菌感染, 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用多少抗拤素也没有作用, 前反呢, 这些抗拤素用下来, 把患者的钱花掉了, 比如说那个小杨花了七八千, 那么还有花了几万, 甚至十几万的我都见过, 那么精神崩溃了, 他认为这个病总也不好, 那么对他的心理造成了很大打击, 然后再加上他日常生活方式, 有些人比如说做IT的, 他经常坐着, 某些出租车袭击他要总开车, 他没办法, 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始终在存在, 导致这个疾病久之不遇, 形成了恶性循环, 就是越不好, 越心思重, 然后生活越不规律, 然后花钱越多, 负担越重, 反反复复形成恶性循环, 看来放松心情, 调整生活方式, 才是防病的根本, 接下来听听专家来执招, 教您如何与前列现言, 说再见, 不要走开哦,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特别重要, 这个心理调整, 然后这个怎么样治疗, 我现在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是, 咱最好别得它是吧, 不得它不是没有这些麻烦事, 您赶快给我们知之招, 咱怎么能不得这个病, 怎么预防, 那么我们一般的预防前列言, 常见的几大措施, 我们也就讲六加一, 就是六个生活方式, 加上一个心理状态调整, 比如说刚才提到了, 不要酗酒, 不要饮食吸辣, 比如辣椒, 然后平时多喝水, 多喝水的话会经常冲醒尿道, 使局部一些病原菌不容易感染, 前列腺液也不至于那么浓,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不要久坐, 不要长时间骑车, 天冷的时候注意局部保暖, 最重要的是一个精神心理业势调整, 那么再一个平时尽可能不要滥用药, 尤其不要滥用抗拧素, 因为抗拧素会抑制人体的正常菌群, 实际现在这个久坐人群已经成为一族了, 很多人, 我们很关注他, 但是这个久坐是有办法调整的, 比如说我经常坐在电脑前, 那么你在工作前沏一杯茶, 一边喝茶一边工作, 喝一会儿茶可能有尿了要上厕所, 上厕所然后回了之后再倒点茶, 这一上午如果去两趟厕所, 就等于你在四个小时工作中再休息两次, 就像我们上课一样, 五十分钟休息一次, 那么就解除了这个久坐, 那么对于出租车司机, 在您拉课的时候没关系, 你照常走, 在没有乘客的时候你走下车活动活动, 也就解除了他这个久坐的习惯, 最后我们还要请李教授, 在今天的健康留言板上留下您的健康忠告, 那么前两年是个晚级, 后并不可怕, 我们一定要接受正规的治疗, 那在治疗过程中呢, 配合生活方式调整和经济心理状态的调整就可以了, 好, 把握健康, 拥有未来,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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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贫尿疾尿疾尿不出来, 这样的尴尬事让他们痛苦不堪, 不知道这是什么病, 不敢出门睡不着觉, 这样的困扰让他们的生活蒙上阴影, 刚睡着, 是吧, 又别醒了, 面对如此困境, 他们该怎么办呢, 健康之路, 男人那些事系列之肥大的前列线, 下期播出,